顾青州似在地狱中走了一遭,回到家中时,精神恍惚。顾公馆众人神色各异,他父亲阴沉着脸,分脉不满。和他走散的陈嫂,已然是吓得半死。 顾青州回房关上了门,眼前全是那张完整活剥下来的人皮。他捂住嘴,哭到抽搐,又呕吐。他遇到了魔鬼,都是那只伯朗宁手枪惹的祸。顾青州后悔不跌,他当时也是顺手,就拿了他的枪,哪里想得到后患无穷?他知道我家在哪里,我却不知道他是谁。 他既然是军政府的人,对付我父亲还不是一如反掌。 这事道,扛枪的总是强硬过从政的,所以军政府碾压市政府,很多地方市政府,不过是军政府的傀儡。 顾青州想把枪还给他,却不知去哪里还,更不知他下次还来不来找他。 为了那只枪,他可以在火车站寻他三天,大概是因为他拿了他的枪,所以一见面他就搂搂抱抱,将他侍为己有。 像对带风尘女子那样,他用一只枪买了他,骗他又是魔鬼。 他对付敌人的方式,他对付女人的手段,顾青州不寒而栗。 他怕,他害怕他活不人之后,还亢奋的变态。 任何手段和道德,在魔鬼眼前都不值一提。 顾青州不知哭了多久,有人轻轻敲阳台的门。 他一母兄长顾绍,站在阳台上,已经听闻他哭了多时。 阳台的门没有锁,现他抬眸,看到了他,顾绍就走进来。 别怕,迷路没什么可怕的。 以后你想去哪里,我陪你去。 顾绍站在他床边,轻声道。 一缕缕的温暖,浸入他的心田。 他们都已为顾青州矫情,不过是迷路,就吓得这样。 阿哥。 顾青州虚弱拥背,眼泪流了满脸,眼皮都浮肿了。 顾绍就坐到了他的床边,轻轻握住了他的手。 他的手掌先薄雀干燥温暖,给了他友善和力量。 顾青州抱住了他的腰。 阿哥,我怕。 不怕。 顾绍一愣,精神有点紧绷,同时也轻轻拍着妹妹的后背,不怕的,周周。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,顾青州让顾绍回房去休息。 顾绍一担心母亲和姐姐骂他,只得先走了。 这一夜,顾青州末怎么睡着,何眼都是那血淋淋的画面, 还有堂子里那个女人凄厉的惨叫。 顾青州从小早熟,他的乳娘李妈教他复仇,教他怎么应对继母和姊妹, 教他如何网络人脉,却独独没告诉他怎么对付一个魔鬼一样的男人。 第二天早上,顾青州为米不振起床了,吃过早饭之后,父亲去衙门了, 老二顾绍和老四顾英去学校,老三顾维商口化农发烧, 住到德国叫会医院去了。 秦正正带着长女故乡出去买衣裳做头发,准备今晚都军府的舞会。 独顾青州留在家中,他又睡着了。 等他醒过来,已经是黄昏,眼睛的浮肿已经消失了,他精神也好了很多。 他换了衣裳,穿着都军府送过来的那件淡粉色掐腰洋装, 满头齐腰的直发,用一根白玉簪挽起。 古典的挽发,配上新式的洋装,老舅和新派在他身上融合得很完美, 一点也不违和似从古话里走出了的美人。 顾青州下楼的时候,正巧父亲和二哥顾少回家。 他们父子推门进来,就见楼踢弯岩处,聘庭少女宽宽而行, 粉色洋装泛出温润的光,映衬着他雪白细腻的小脸。 鲜长的颈簸上,垂落了几缕黑色散发,黑发红颜, 美得似天际绝艳的晚霞,周身披着绚丽的光,妩媚琢目。 顾少呼吸一毒,脸不由自主红了。 顾规章很骄傲,他终于有了个像样的女儿。 昨日顾青州迷路给他的不快,顿时消弭。 阿爸、阿哥,你们回来了。 顾青州淡笑,声音低碗。 柔软成澈的毛子泛出细碎的光,顾青州很温柔。 晚上去都军府,要处处听你母亲的话。 顾规章交代机具。 顾青州一一应下,十分乖巧听话。 琴争争随后也带着顾湘下楼了。 顾湘穿了件银色绣折之海棠的旗袍, 包裹着曼妙风鱼的身材,曲线玲珑, 脸上画了精致的妆容,烫了卷发。 若顾湘是外头的女人,顾规章就觉得她很美, 美得叫人骨头里发酥。 可她是她女儿,顾规章就觉得她像出去卖笑的丢进了顾家的脸。 父亲都不喜欢女儿性感,只喜欢女儿单纯可爱,像顾青州这样。 穿的什么东西,小小年既不学好。 有了对比,顾规章愤怒了。 秦争争看了眼顾湘,再看了眼顾青州清纯俏丽的装扮, 顿时明白丈夫的火气。 安抚了机具,渡军府的车就来了。 顾青州,顾湘和秦争争上了车。 顾湘被她父亲积聚化气的半嗓,呼吸沉重。 她太生气了,她父亲在顾青州面前把她贬得一无是处。 正巧顾青州就挨着顾湘坐。 顾湘忍不住,伸手使劲掐顾青州的腰,恨不能掐死这个小贱人。 她掐得很用力,想把顾青州的一块肉拧下来。 顾青州的洋装被她掐皱了一块。 应该很疼的,可顾青州面无表情。 顾湘越发气了,悄悄拔下自己的耳钉,用耳钉砸扎到顾青州肉里。 这下应该疼了吧。 顾青州依旧没反应,只是见顾湘越来越过分了。 顾青州反转过手,就听到咔嚓一声。 她把顾湘的手腕就扭脱臼了。 啊,顾湘惨叫。 怎么了? 秦争争坐在最右边,被女儿的哭喊吓了一跳。 母妈! 顾湘大叫大哭,我的手! 她的手腕已经掉了,用不上半分力气。 母妈,她扭断了我的手。 顾湘哭道,母妈! 啊,秦争争不可思议看着顾青州。 顾青州则茫然回视顾湘和秦争争,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 她装得好无辜,秦争争心中惊涛骇浪。 顾湘哭得满脸是泪,妆容全花了。 真的使不上力气。 秦争争错恶问,顾湘含泪点头。 这可怎么办? 今晚是有大事的啊。 顾湘难道带着断手去都军府? 你能忍吗? 秦争争问女儿,反正是左手,忍到结束再去医院。 嗯,都军府的权势太诱人了。 顾湘咬牙,疼死也要坚持到私夫人宣布她是少帅新的未婚妻在离开。 顾湘回首,想要用另一只手打顾青州一耳光。 顾青州稳稳,接住了她的手稍微用力。 顾湘吓得大叫,她不想两只手都被顾青州扭断。 青州,秦争争力赫,你做什么? 是大小姐伸手要打我的。 顾青州道,同时丢开了顾湘的手,我没有折断她的手。 太太还不知道吧,折断一个人的手需得极大的力气,我可没有。 折断一个人的手腕,若是用蛮力,当然需要很大。 若是中医,就大不一样了。 中医之小人体所有的关节,随便下个手腕,还不是跟完一样。 顾青州擅长中医,顾家的人不知道,她唇角轻微调了下。 秦争争,则真的被顾青州糊弄得糊涂了。 是啊,顾青州那么柔软纤细的一个姑娘家,怎可能在一瞬间折断顾湘的手? 可顾湘不像是装的呀。 秦争争头疼了,她第一次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,总觉得哪里不对劲,好似她们母女被人耍得团团转。